哈喽大家好,我是Sky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道基本上连刀都不用的快手菜 蒜蓉粉丝虾 我这用的是铸铁锅版本 如果你没有铸铁锅的话 基本上配料也是一样的 上不锈钢锅蒸就可以了 这道菜非常的方便 低油低脂 而且非常的香 适合减肥中的小伙伴们 也适合用来招待客人 因为长得也好看 好啦,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快开始吧 首先我们这次用到的材料有 粉丝凉小捆 我这用的是比较吸水的 然后煮开以后口感比较糯的龙口粉丝 除去我用了酷彩的猪铁锅 是两kwt大小的 能够锁住水分 金针菇拌包 蒜我这用了10瓣左右 因为有很多小瓣的 不喜欢吃蒜的也可以少放一点 葱一小根 带头白虾一瓣左右 我用到的调味料 首先有日式味淋 如果没有味淋的话 可以用中式料酒加糖代替 味淋的好处就是 味淋有料酒的作用 但是略带甜味 这种天然甜味 可以不用让你额外再放糖 而且酒味比较轻 不会太冲 其次就是日式寿喜烧酱油 如果没有找到日式寿喜烧酱油的小伙伴 可以用味道比较淡的蒸鱼骨油来代替 因为这类酱油颜色比较淡 味道也比较淡 寿喜烧酱油的好处就是 自带了一些甜味 和虾和粉丝可以很好的融合 除了上面这两种 还有香油 芝麻和白胡椒粉 首先让我们把粉丝泡上水 泡软 把金针菇也洗了 去为代用 在等待粉丝泡软的时候 让我们来处理一下虾 我们把虾清洗一下 洗了之后用把剪刀 把虾的头的上半部分处须 还有尾巴给剪掉 剪掉以后 尾巴顺着往中间剪上去 让它变成两半 挑掉这上面的虾线 如果你觉得剪刀不好操作 也可以用剪刀剪掉处须和尾巴以后 另一把小点刀轻轻切成两半 注意不要一时失手 把虾膏也给清理掉了哟 接下来把已经泡软的粉丝的水倒掉 上面铺上同样也清洗好的金针菇 金针菇铺完以后 就可以来铺虾了 大家可以自由创作 我作为一个摆盘摆吃 我就随便摆摆 我相信你们一定摆得比我好看 全部铺上以后 就可以用压蒜器 把蒜压成蒜蓉啦 然后加上胃围 我这大概用了五勺左右 日式酱油也是差不多五勺 均匀地撒上白胡椒粉再加上水 我这用了大概300毫升左右的水 因为我的粉丝比较细水 而且我想做个有点汤的那种 如果你想做比较干的 或者是你使用的粉丝 不会那么细水的话 用个100毫升或200毫升 保证不会烧掉锅底就可以啦 盖上盖子开火 一开始先用中小火预热锅子 等你摸到锅子的上方的温度 和手的温度差不多 或者稍微热一点点 就可以转中火了 转中火以后 大概10分钟就可以啦 主要是根据你自己的 灶态的火力大小 你会明显地闻到蒜的香味 和虾的甜味的时候 这时候这玩意儿就熟了 闻到蒜香和虾的甜味的时候 我会选择在旁边 用小锅烧热一小锅油 当然咯 这部分捡肥中的小伙伴可以省略 在煮熟的蒜蓉粉丝虾上 撒上白芝麻 葱花 淋上香油 等旁边的油烧热了 往上一浇 完成 这道菜超级香 也超简单 特别适合新手 如果你摆盘摆的特好 会一种起飞了的感觉 当然啦 作为摆盘扎的我 我再次觉得 大家最后的菜的卖相 都会比我的好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或者投影币哦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一个披着数码 保住Y1的杂波 美食激烈 尽可能的每周都会更新的 愿大家都有愉快美好的一天 拜拜